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今节有我许刘刘山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最要帮忙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再加上《晒冷气》两个频道 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要紧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谢谢 好了 休息了一段时间 再一次提醒现在究竟社会方面发生什么事 当然也有留意 只不过是更投入地去思考一下 想想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或者究竟发生什么事 还有发生这些事 背后有什么社会现象 当然 现象之余还有乱象 看到那群黄友最近有些事挺好笑 所谓的叫做离散了的香港人 又说什么散落到去香港以外 世界不同各地 又有很多狡情也抵受不住 有些人跟他们说 他们离开了香港就什么都不理了 有得香港的手足或者同路人自生自灭 或者不要忘记你们能够 例如去到BNO组加 这些都是在还压、被捕、坐牢的手足 帮你们有血有肉 甚至乎用他们的前途 牺牲了自己来承传得到国际关注 所以英国方面才网开一面 或者叫做恩赐 给你们用BNO组加5加1 甚至加拿大救生艇 澳洲也有救生艇 还有很多其他不同千奇百怪的东西 这群离散了的香港人 最近搞了一件事挺过瘾的 就是说我们虽然离开了香港 不过都很想念你们这些叫做蹲监、还压 俗称在场内的手足或者叫做引号香港人 再者也可以就着这些所谓帮香港人的东西 可以成立一些组织、筹组出来 叫人捐钱、捐食都不错 变相又不用自己怎么做 但是又可以赚到钱 你说这些这么笨的东西吗 对呀 这个黄圈有这么多蠢人、蠢事 天天呆呆呆坐在一台 做就这些 不知道是不是算生意 还是找笨什么 大家一起思考一下 叫做换汤就不换药 为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一些社讯师 例如哪些组织 振扎一些人 叫他们写信给场内的手足 先寄给他们 由他们帮你配对谁打谁 然后你可以寄信给他们 让他们互通消息 或者谈谈 最近有一帮在台湾地区的香港人 搞了那个叫做飘楼记 不是老奔信飘楼记的飘楼记 而是寄信的记 就是说希望用信件来拉近 和这些在囚人士 和离散港人的联系 其实在这些蹲监或者在场内的人 好心啦 真的觉得你走就走了 假认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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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用自由的目光 来看他们这些失去自由的人 他们说出来 原来有一种 好像觉得自己在动物园 你们看猴子 或者看狮子老虎动物 那些的感受 因为他们困住了 而你们在外面叫囂 或者在欢呼拍掌 丢饮食进来 现在你们给他信 其实丢饮食进去 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想看到他们叫做开心的样子 喂大哥 怎么也好 就算多么开心 都是在这个笼里面 怎么开心得下 现在搞这些东西 也可以变成一个组织 让别人捐钱给他们 可以继续搞下去 他说不单只想和他们联系 也是一种思乡情意结 是一种思念 所以坚持 也说自己流亡也好 也好 移民也好 我们都没有忘记你的 这些和伤口上灑盐 没什么分别 你自己就叫做远走高飞 而且这些所谓手足 但是坐完牢出来 老实说 继续留在香港 有钱的人 例如前浸大学生会 会长方仲賢 妈妈有钱 放屋监之后 随便在外国 找个学位回来 去读读读 过去读书 离开香港 散心 不用再在香港屈住屈住 读完之后 看看会有什么uncle auntie 在那边生活 搞小生意 请你去工作 那就不用回来香港 这些人没有坏 到时妈妈两脚一身 你钱又留给她 怕什么 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惨了 打生打死 又说出来什么抗争 又说什么光时 这些人终于下场 很多都是的 一出回来 甚至黄圈都请不起你 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提供出来 而且自己的生意也不好 就说 现在他们转行 搞这些寄信 或者跟里面联系的比较多 又说他们是什么政治犯 又说什么打压 又说什么打压 如果打压的话 信也不让你寄进去 乞意 这些很好笑 为什么一转头 就会向这些在场内的人来埋手 看有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出来找找吃 因为现在都没有了 他们这些所谓的抗争者 去到前线 叫做打生打死 或者出来搞事 搞破坏 没有了的话 如下的不是在等被人抓 就是抓了 或者是在还压 或者像刚才所说的 就是在坐牢 现在最大的市场 就是在这里 所谓的场内 当然要向他们埋手 就是再筹钱 帮他们打官司 可能那个势头都会差一点 很多的都叫做on-going 他们的审讯 或者叫等拉等成 这是一件事 因此监狱 或者叫做场内 才是最大的市场 这个所谓的漂流记 负责人 他说自己叫Peter仔 他说自己现在身处海外 即是在台湾地区 可以尝试过一些新生活 还说 哎哟 不过看到他们一班手足 在场内 真的非常无奈 还困住在里面 是吧 他自己也说 他有认识一些朋友 他在里面 即是在场内 还觉得自己真的是condom 我自己为何会用原积器 对啊 其实你们是这样的 懂你老鼠吗 叫就叫手足 就是你听不到的时候 看不到的时候 其实你想想 你都还压地坐牢 还能做些什么 最多就是寄信给你 没有的了 仅此而言 你出来之后 香港的社会 在他们的角度来看 没有变好 是不是更坏呢 他们会觉得更坏 实际上有些什么呢 也不觉得 希望他们收到信 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遗弃 虽然他们也觉得 封信未必能帮到什么忙 但是写信这么简单 这么低成本的东西 正正在场内的人 很需要他们可以唯一能够暂时做到 写信也是提醒一下自己 还有他说 哎呦 为什么我们回不到家 要做离散的香港人 哇 他们也很想不回家 他们很多都不想面对着香港 现在的情况 所以才说要离开 老实说 刚才提到 他们因为有案底 或者是坐过牢 或者等着审讯之类的东西 或者基于不同的理由 不能够走 你以为你想留在这里吗 就是这样 他们觉得家里吵吵闭的 家不成家 又不喜欢个老爸 又不喜欢个妈 又不喜欢个爷爷 见到这个又恨 那个又说恨 总之走又不对 坐又不对 而不得想离家出走 虽然说是很爱这个家 但我不知道他对这个家里有什么贡献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也不要紧 如果你这么不喜欢 就算你多爱家里 会烟瘴气 你也不想留在家里 我也见过那些人很有趣 有时候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去到停车场 经常发现有个车 有个哥哥 他又不回家 坐着在车里面 非常坏 卡住了引擎 涼冷气 玩手机 甚至乎 有时他还去便利店 买几罐啤酒 买点食物 坐着在车里 继续玩手机 我都尝试留意一下 他车或者他的细节 他是做什么工作 或者背景是怎样的 我看到他车里面 有一张BB椅 就是扑扑车里面 BB椅给小朋友坐的 我估计他家里应该有小朋友 有太太 应该结婚了 我看到他有一张大学的学校 汽车通行证 似乎他应该在大学里做的 如果不开电单车 又开私家车 似乎比较多一点 因为始终 电单车养成本 真的非常便宜 我想他只租车位 都够养一辆电单车 连入油 基本上的生活费 都够养了 你想想如果现在 只是租车位 再加上其他垃圾 应该都是给得起少少钱的人 为什么要自己这样呢 很明显 可能家里吵吵闭 小孩子吵吵吵 可能等小孩子先睡了 回去看看小朋友 就算了 不想吵那么多 不想烦那么多 找回自己的私人空间 或者可能家里比较小 或者比较吵 我不知道了 很搞笑 说留守在台湾这个岛里 继续这样那样 写下信 有些人都是留守在岛里 就是香港这个范围里 还有自己呢 这些人可能随时会被捕 入策 收到信 就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弃 那很搞笑 这个Peter仔再说 以前也不会觉得 有在囚人士 会觉得原来自己会用原职器 身边的环境 大家有时都会讨论 但是渐渐多了人去了英国 也觉得香港整个环境都是差了 可能讨论的人 这些人真的越来越少了 又说 具文 这些传说真的很好笑 新屋岭的时候 你也说到打老七彩 就是虐待他们的手足 说收到方 有程教署的职员 故意欺负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手足 特别是他们如果没什么收到信的时候 就会告诉他们 你呀 看看你呀 基哲朵 你呀 没人再理你们了 你们真的用完职器 哈哈哈哈 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个好笑 这些 其实老实说 情交署的职员 哎 你多管这么多 是吧 渐渐有一些在囚人士 就会觉得自己究竟会去怀疑 去否定自己 咦 之前出来搞什么抗争 暴动 非法集结 大肆破坏 但是不是真的做错呢 为什么外面的人 不会理下自己呢 所以就会觉得很难受 这个是他们的角度 其实是对的 老实说 如果你们真的有这么多人 你这么多人 你这么多人关注 你们 其实是可以 还有一些 例如 你们出来之后 安排一些工作辅导 可以成立一些NGO 好像帮一些释囚 然后他们怎么处理 去做辅导等等 其实这些 是你们这班人 是可以做到的 导致这些人 让他们 可以重新 再融入社会 反而才是好事 不是还跟他们说 哎呀 你们是手足啊 好惨啊 然后随便等他们出来 就跟他们做个访问 跟他们聊聊天 喂大哥 你这样跟吃他们的人血饭头 有什么分别呢 现在呢 这些所谓的很廉价 社风讯 就告诉你 你不是人血饭头 我很关心你的 大哥 寄一封信给他 封信也不能吃 现在那些人最惨的是 他们将来的问题 就算收到千百封信 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 一片漆黑 就像黑暴那样黑 那有用吗 当然 他们会说到自己 吹到那封信 哇大哥 好像一个小小的信封 吹到伤人皮那样大张 再说 人在海外 Peter仔说 同意的 大家生活环境不同 新闻资讯 收窄了很多海外的离散香港人 和仍然留在香港的香港人 说我们的距离越走越远 希望现在搞谈这些事情 做到中间的桥梁 希望透过这些写信 能够和墙里面的香港人 重新连结起来 哇 你这个赚钱大计 都说得挺好听 那何谓越走越远 老实说 离开了香港的 你也要搵 titles 发 compte 要关心那个地方 现在的生活环境 究竟是如何 例如的 你去英國 現在他們悍災 悍情 水都沒得喝 快要製水了 即是非必要用的水就不准用 例如那些什麼淋花 洗車 應該就不准了 即是你說啤酒 洗什麼 那些就不准了 這些他們還在擔心自己有沒有水喝 對吧 怎會關心你在場內 你們起碼在場內還說有水喝 一定有 有水洗澡 只不過大部分時間都是喝熱水 天氣很熱 那是會這樣的 一定是 越走越遠 怨不鬼 很搞笑 現在海外郵寄都會有一些寄室的風險 又叫大家堅持用手寫信 因為覺得用手寫信一字一句令人看你更有溫度 老實說 他們看到你能夠離開香港 他們都不知己那麼羨慕 即是自己 你想想 犧牲了自己的前途 前途盡位 等你離開 原來換來的就是一封信 當然了 你想他給了些什麼給你 給錢給你 但你們自己愚蠢 即是福是別人享的 苦是你自己受的 原來到最後只有一封信 一句多謝 什麼好人一生平安 多謝你 有屁用嗎 前途是最重要的 到你出來才知道自己 原來自己前途一片慘淡 但這些人在英國 澳洲 加拿大 台灣地區 吃喝玩樂 又好好生活 你很羨慕 但他們對於你的 原來就是一封信 或者內心的感謝 沒有了 你還想怎樣 沒有了 現在除了台灣地區之外 英國 挪威 德國 比利時 荷蘭 也有一些香港人去合作 大家會一起寄信回到香港 見到你們這些信 他們一定會覺得自己倍感淒涼 真的很淒涼 你想想 有什麼為 你們風風光光這麼開心 自己慘無人道 還要被人覺得自己做了condom 就算他們自己覺得不是condom 你問我 我也覺得他們是condom 會在香港人海外做什麼 遲早有一天煲底鍵 用腦想想在監獄裡面 還壓也好 在監獄也好 出來也好 你想一想都知道 是不可能叫什麼贏 煲底鍵 乞丐 不要那麼愚蠢 還有一些場內所謂的手足 假如你真的收到這些信 還仍然覺得很開心 很欣慰 你真是 衰些說句 無藥可救 希望有機會 你出來的時候 聽到我這一節 忘記過去的抗爭 明白真實的社會 究竟我們一向以來 香港人是怎樣真正的過生活 怎樣能夠有今天繁榮的社會 未來究竟是怎樣 不是靠什麼爭取民主自由 香港才有機會光復 最重要是每一個人做好自己的本分 拼搏精神 創新 勇敢 勤力 靈活 肯變通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獅子山精神 好 今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